我本身辭職做這件事 我不是想賺錢 我其實是想我開心一點 我想每天上班就困獸鬥 我覺得我的人很快會死 會短命一點 我就是Jeanie 以前是一個小學老師 其實自己以前上班很大壓力 也會濕疹很嚴重 還有教書 好像很重複每天做的事 開始覺得很悶 教了幾年後 會否真的有一件事 令自己可以找到一些熱性 就想嘗試去創業 我覺得好像 今天不知道明天是 其實也是一種挺好玩 就會好過每天在學校 重重複複地生活 我想我們最大的賣點 就是自家種植的濕疹膏 種這個濕疹膏的材料 叫左手香 其實之前試過去盡口 但是看上去拿回來的時候 是很漂亮的材料 但是一打開紋 還有一塗上手 完全不同的 跟自己種出來的吸素 和香氣都很不同 感覺是很不新鮮 最後回歸也是要自己種 其實我真的沒有什麼不習慣 我小時候媽媽教我們種荔枝樹 而且她都是無農出身 其實我四五歲開始 已經去荔枝園拿錯頭 種東西去翻肚 其實都很體力勞動 從小到大 其實開籌我媽媽其實都挺受打擊的 她就說妹妹 就是別人的姨姨說 沒有人像你這麼年輕就去耕田 沒有人像你這麼多書 就去耕田 她當然說別人的姨姨 其實是她心底說話 我相信 我都明白我媽媽承受了一些壓力 但也有幫助我 所以我也很開心 現在的營業吧 大概每個月有六位做到 其實也有一點超過預期 我預期本身 找得比教師的工資 我都不介意 但最後都不錯 但最不開心的是 最想放棄的時候 覺得自己曬黑了很多 因為我貪美 所以才會做部分的行業 但用些美白產品 沒事的 我希望將來可以 更加大量去生產 還有可以更加創立一個地方 是人們來到 很放鬆 很喜歡做SPA 很放鬆的地方 想賺到第一桶金燃 我去做這件事 好謝謝 希望你請坐 我們坐她 為甚麼 在最後一天 呢 好嗎 很久不見